赵国的先士与殷勤是同一个先祖 传承到忠衍时 他担任商朝大物地的御者 忠衍的后代菲连生有两个儿子 一个儿子名叫厄来 服侍殷骤王 被周人杀掉 他的后人便是殷勤士 厄来的弟弟名叫纪圣 他的后代便是赵人 纪圣生了孟曾 孟曾受到周成王的宠幸 又被称为宅高郎 高郎生横腹 横腹生造腹 造腹受周魔王的宠幸 造腹挑选千里马 和陶灵的道理 华流 绿尔等好马一起进献点魔王 魔王命令造腹驾车 到西方各诸侯国巡视 见到西王母 高兴地忘记返回 徐远王趁机发动叛乱 魔王驾好马一日兵士千里 攻打徐远王 把他彻底击败 于是把赵成分封给造腹 从此以赵为事 从造腹往下传承六代 到了眼父 眼父名公众 周宣王时出兵讨伐戎族 他为宣王驾车 等到在千亩战斗时 眼父帮助宣王脱离了危险 眼父生书代 书代时 周幽王荒淫无道 于是他就离开周国前往晋国 为晋文侯做事 开始在晋国创建起赵氏的根基 从书代开始 赵氏宗族逐渐兴盛 传承五代到了赵素 赵素 在晋宪宗十六年前六百六十一年讨伐霍 为耿三国时 他率领军队讨伐霍国 霍宫求逃奔齐国 这一年晋国大汉 宪宗让人占卜 说是霍泰山的神灵在作怪 于是宪宗派赵素前往齐国迎回霍军 让他复卫主持对货泰山的祭祀 晋国也重新获得丰收 晋宪宗把原本属于耿国的土地赏赐给赵素 赵素生下供梦 那一年是鲁敏公元年 前六百六十一年 供梦生下赵衰 赵衰自子鱼 赵衰以占卜决定去侍奉晋宗 还是诸位公子 结果都不吉利 占卜侍奉公子崇尔的情况 即于是前去侍奉崇尔 崇尔因为离击陷害太子的变乱逃奔敌国 赵衰追随左右 敌国讨伐强就如 俘虏了两位女子 敌军把年轻的女子嫁给崇尔 把年长的女子嫁给赵衰 从而生下赵盾 起初 崇尔在晋国时 赵衰的妻子已经生下了儿子赵童 赵阔 赵英奇 赵衰追随崇尔流亡国外 共继十九年 才返回晋国 崇尔继位成为晋文公 赵衰担任袁大夫 居住在原地 掌管国家政事 晋文公能够回国并且称霸 大多是依靠赵衰的谋划 相关记载都写在晋世家中 赵衰返回晋国后 在晋国的袁配夫人 坚持要他接回在敌国的妻子 并且让嫡妻的儿子赵盾 作为继承人 自己所生的三个儿子 帝位均在赵盾之下并释奉他 晋香宫六年 前622年 赵衰去世 嗜好为成绩 赵盾接替成绩 掌控国政两年后 进香宫去世 太子宜高年幼 赵盾由于国家处于多世之秋 想拥立香宫的弟弟雍 雍当时在秦国 就派使臣前去迎接他 太子的母亲日夜啼哭 叩头对赵盾说 先君犯了什么罪过 为什么想抛弃他的嫡子 而另外选立国君呢 赵盾为此事担心 害怕太子母亲的族人 以及士大夫谋害他 于是就拥立太子 便是进灵宫 并派兵阻拦去秦国 迎接公子雍的人 灵宫即位之后 赵盾更加独揽朝政 灵宫即位十四年 越来越骄横放纵 赵盾多次觐见 灵宫都不听从 有一次吃熊掌 因为熊掌没顿熟 就杀掉了厨师 让人将尸体抬到宫外 恰巧被赵盾看到 灵宫因此很害怕 想要杀掉赵盾 赵盾向来人赐爱人 曾经把食物给了一个 饿倒在桑树下的人 这个人挺身保护了他 赵盾这才得以脱逃 赵盾还没有逃出国境 赵川就杀掉了灵宫 拥立相攻的弟弟黑豚 为国君 便是进城宫 赵盾再次返回 掌管国家大权 君子讽刺赵盾身为正卿 出逃没有越过国境 返回又不讨伐奸贼 所以太事写下赵盾杀了他的国君 静景宫时 赵盾去世 嗜好为宣梦 他的儿子赵硕承袭了局位 赵硕在静景宫三年 前597年 率领下军援救郑国 与楚庄王在黄河边交战 赵硕取了静成功的姐姐为妻 静景宫三年 前597年 大夫图案家想要诛杀赵氏全族 当初 赵盾活着的时候 曾梦到书带扶着腰痛哭 极为悲伤 过了一会又大笑 还拍手歌唱 赵盾为这个梦进行占卜 龟甲上出现了先断绝 而后又完好的征兆 赵氏的史官员查看了占卜的结果 说 这个梦非常不吉利 并非应验到你的身上 而是应验到你儿子身上 但也是源于你的过错 等到你的孙子时 赵氏家族将越来越衰弱图案家 起初受到静景宫的宠幸 等到静景宫时担任司寇 将要发难 想要惩治杀害林宫的凶手 而牵涉到赵盾 他逐一告诉将领说 赵盾虽然不知情 依然是罪魁祸首 身为仁臣却杀害国君 他的子孙却依然在朝廷中做官 这怎么能再惩治别的罪犯呢 请大家诛杀赵氏 韩绝说 林宫遇害时 赵盾身在外地 我们的先君认为 他并没有罪 因此没有诛杀他 现在大家将要诛杀他的后代 这并非先君的本意 现在是妄子诛杀 妄子诛杀就是作乱 臣子实行大事 而不告知国君 便是无视国君 图案家没有听从 韩绝告知赵硕 让他尽快逃走 赵硕不肯 说 您一定不要让赵氏的祭祀断绝 我就死而无憾了 韩绝答应了他 称病不出 图案家没有请示国君 就擅自与诸位将领 在下宫攻打赵氏 杀了赵硕 赵童 赵阔 赵英奇 并杀光了他们的家族 赵硕的妻子 是晋城宫的姐姐 怀着赵硕的姨父子 逃进晋景宫的宫殿里 躲了起来 赵硕有位门客 名叫公孙楚舅 公孙楚舅 对赵硕的朋友 承英说 你为什么不去死 承英说 赵硕的妻子 身怀姨父子 假如侥幸生下一位男孩 我就会侍奉她 假如是女孩 我在死也不晚过了不久 赵硕的妻子生产 生下一个男孩 图案家听说后 就立刻前往宫里索药 赵硕的夫人 将婴儿藏到裤子中 祈祷说 如果赵氏宗族应当断绝 你就提哭 如果不该断绝 你就不要畜生 等到搜查时 婴儿竟然没有发出声音 脱险后 承英对公孙楚舅说 如今一次没有找到 以后必定会再来搜查 如何是好 公孙楚舅说 福利孤儿与父死 哪个更困难 承英说 父死容易 福利孤儿困难 公孙楚舅说 赵氏先君 待你相当优厚 你就勉强承担困难的事吧 我来做容易的事 请让我先父死 于是二人想办法 弄来别人的孩子背着 将赵氏孤儿裹上绣花强宝 藏于山中 承英走出来 对众将谎称 我承英无能 没有能力福利赵氏孤儿 谁能给我千金 我就告诉他 赵氏孤儿的下落 众将非常高兴 答应了他 出兵跟着承英 攻打公孙楚舅 公孙楚舅假装说 小人啊 承英 过去在下宫遇到变故 你没有逊死 和我共同谋划藏匿赵氏孤儿 如今又出卖了我 纵然不能与我一起福利他 又如何忍心出卖他呢 怀抱婴儿大叫道 天啊 天啊 赵氏孤儿有何罪过啊 请让他生存下来 只杀掉我公孙楚舅就可以了 朱将不答应 就杀了公孙楚舅与孤儿 众将认为赵氏孤儿 确实已经死了 都非常高兴 但是真正的赵氏孤儿 却仍然活着 承英最后与他一起 溺溺在山里 过了十五年 静景宫病重 进行占卜 发现大叶的后裔 由于祭祀断绝而作祟 景宫询问韩爵 韩爵清楚赵氏孤儿还活着 就说 大叶的后裔在晋国断绝祭祀的 说的就是赵氏吧 从中眼开始 七子孙都姓婴 中眼人面鸟嘴 降临到人世 来辅佐英代的大物地 七子孙到周天子时 均有圣德 直至周立王 周幽王无道 书代才离开周 前往晋国 为先君文侯做事 直到成功 世代立有功勋 从来没有断绝过祭祀 现在我军杀尽了赵氏宗族 国内的百姓都怜悯他 因此显现在规策上 希望国军能够考虑此事 晋景宫问道 赵氏如今还有后裔子孙吗 韩爵就将这件事的实情 全盘告诉了景宫 于是景宫就与韩爵 谋划福利赵氏孤儿 先把他召来藏在宫中 众将进宫探问病情 景宫利用韩爵的手下 逼迫众将与赵氏孤儿见面 赵氏孤儿名叫赵武 众将迫于无奈 就说从前的夏宫事变 是图案甲主使的 他假传国军的号令 并命令群臣 如果不是这样 谁敢作乱 就算国军没有生病 我们原本也要福利赵氏的后人 如今国军下了命令 这也是我们的愿望 于是景景宫召集赵武 成英出来逐一败邪诸将 众将于是反过来与成英 赵武共同攻打图案甲 灭了他的家族 静景宫重新将原属赵氏的封地赐予赵武 等到赵武年满二十岁加冠 成为成年人后 成英就与诸位大夫辞别 对赵武说 从前下宫之难时 大家都能够为主殉难 我并不是不能死 我是想福利赵氏的后人 现在赵武已经立世 成为成年人 恢复了过去的地位 我将到黄泉下去告诉赵宣梦 和公孙楚舅赵武哭泣着叩手 坚决请求说 我愿意让自己的筋骨受苦以报答您 直到我死 但您忍心离开我而死去吗 成英说 不可以 公孙楚舅觉得我可以成就大事 所以先我而死 如今我不去告知他 他会觉得我还没办成这件事 于是便自杀了 赵武为他扶旗衰三年 并为他设立了祭祀用地 春秋两级进行祭祀 世代相传不曾断绝 赵氏复位后的第十一年 靖立宫杀了他的三位妾氏大夫 鸾叔害怕牵连到自己 就杀了他的国君立宫 另外拥立相攻的曾孙周 便是靖道宫 从此靖国大夫的势力逐渐强大 赵武承续赵氏宗族的第27年 靖平宫成为国君 平宫十二年前五百四十五年 赵武担任正清 十三年前五百四十四年 吴国的延龄继子出使来到靖国 说靖国的政权最后会终结在赵武子 韩轩子为县子的后代手里赵武去世后 嗜好是文子 文子生锦叔 锦叔时 齐锦公派燕英出使靖国 燕英与靖国的书相有一次谈话 燕英说 齐国的政权日后最终会被田氏掌握书相也说 靖国的政权将要被六卿掌握 六卿极为放纵 我们的国君却并不为此担忧赵景书去世 他生了赵央 便是赵俭子 赵俭子在位时期 在靖寝宫九年 前五百一十七年 俭子统领靖军会和诸侯在周靖束手 第二年 护送周靖王返回周都 靖王是为了躲避弟弟子朝而流亡在外 靖寝宫十二年前五百一十四年 六卿依靠律法诛杀靖国的宗室骑士 杨舍士 将他们的封地分成十县 六卿分别任命其族人担任这些地方的代理 靖国公事的势力从此更为衰弱 其后十三年 鲁国的贼臣杨虎前来投奔 赵俭子收受了他的贿赂 给他很优厚的代理 赵俭子患了病 五天的时间里人事不醒 大夫们都非常害怕 一时扁鹊为他诊病 出来后 董安瑜询问病情 扁鹊说 血脉正常 有什么可担心的 过去秦谋宫也曾经出现过这种情况 过了七天就苏醒了 苏醒的当天 告诉公孙之余子余 我去天地那里感到很快乐 我之所以逗留这么长时间 刚好遇到受教的事 天地告诉我说 晋国即将大乱 五代不得安宁 其后代将会称霸于诸侯 但霸主还没老便死去了 霸主的儿子 将会导致你们国家的男女混杂 公孙之记下这些话并收藏起来 秦国的称语从此便传播开来 晋献宫时的变乱 文公的称霸 还有湘公在小山击败秦军之后 放纵盈狱 这些都是你听说过的 如今国君的急患与秦谋宫一样 三天之内疾病必然会痊愈 病好后 他一定有话说 两天半之后 赵简子苏醒过来 他对大夫说 我去天地那里很高兴 与百神共同在天的中央游玩 各种乐器多次演奏 各种舞蹈一态万千 音乐与下 商 周三代的都不同 那音乐动人心弦 有一只熊想要抓我 天地让我射它 射中了熊 熊死去了 又有一只皮扑过来 我又射它 皮也死了 天地很高兴 赏赐给我两个竹四 并且都有与只匹配的小竹器 我看到天地身边有一个小孩 天地又将一只敌犬托付给我 说 等到你儿子长大成人了 将这只敌犬赏赐给他 天地告诉我 靖国将逐渐衰微 再过期待就会灭亡 音信将会在范奎以息 打败周人 但也无法占有他 如今我怀念于顺的功劳 日后我会把他敌传的 后代女子孟瑶 取配给你的第七十孙 董安瑜将这些话写下收藏 他把匾鹊所讲的话 告诉了赵简子 赵简子将四万亩田 赏赐给了扁鹊 有一天 简子外出 有一个人挡住了去路 赶他也不走 随从很生气 要杀掉他 蓝路人说 我有事情要拜见主君 随从告知简子 简子召见了他 说 希 我曾经清楚地见过你 蓝路人说 请让随从们回避 我有话告诉您 简子让随从回避 蓝路人说 您生病时 我正待在天地的身边 简子说 是 确实有这回事 你来见我 有什么事 蓝路人说 天地让您射熊羽皮 都射死了简子说 对 这意味着什么呢 党道人说 晋国即将有大难 而你会首当其冲 天地让您消灭二清 熊羽皮就是他们的先祖 简子说 天地赐予我两个竹寺 还有随带的小竹器 这是何意呢 蓝路人说 您的儿子会在敌地击败两个国家 他们都属于子姓 简子说 我看到在天地身边有一个小孩 天地将一只敌犬托付给我 说等到你儿子长大成人了 将这只敌犬赏赐给他 为什么要把敌犬赐给孩子呢 蓝路人说 那个小孩 便是您儿子 敌犬 只带国祖先 您的儿子将来必然会占据代帝 等到你的后代时 将会改革政治 并且开始穿胡人的服装 在敌地吞并两个国家 简子问其姓名 并请他担任官职 蓝路人说 我是乡野中人 前来传达天地的旨意而已 说完就不见了 简子写下这些话 收藏到密府之中 另一天 孤步子清前来拜会简子 简子将他的儿子们都叫过来 让子清相面 子清说 没有能够当将军的人 简子说 赵氏将会灭亡吗 子清说 我曾在道上见到一个孩子 大概也是您儿子吧 简子将其子吴旭叫来 吴旭刚到 子清就站起说 这才是真正能当将军的人 简子说 这孩子的母亲出身低贱 只是从敌地来的婢女 怎么能说她很尊贵呢 子清说 是上天赐予的 即便低贱也必然尊贵 此后简子时常将所有的儿子 都召来来谈话 发现吴旭最为贤能 于是简子告诉诸位儿子说 我将宝符藏于长山之上 谁最先找到就有奖赏 儿子们飞快地趕到长山上 四处寻找 但一无所获 吴旭回来说 我已经找到了宝符 简子说 上奏吧 吴旭说 从长山上可以看到临近的戴国 戴国是可以夺取的 简子于是看出 吴旭果然很贤能 就废掉了太子伯鲁 改由吴旭担任太子 两年后 是禁定宫十四年前四百九十八年 犯事 中行是叛乱 第二年春天 简子告诉邯旭大夫赵武说 还给我作为卫士的五百户使命 我准备将他们安置到靖阳 赵武同意 回去后赵武的父兄却不同意 于是他便违背了诺务 赵阳抓住了赵武 将他囚禁在靖阳 并告诉邯旭人说 我私自决定将赵武杀掉 各位想让谁来接人 于是杀掉了赵武 赵武的儿子赵继 与家臣射兵 凭借邯郸的力量发动叛乱 靖定宫派出 集情领兵围攻邯郸 巡银 范集社与赵武的关系很好 不肯帮助集情 反而暗地里策划叛乱 董安瑜知道这件事 十月 范集社 中行营讨伐赵阳 赵阳逃奔靖阳 靖国人围困了靖阳 范集社 巡营的仇敌 魏襄等谋划赶走巡营 用梁英妇取代他 驱逐范集社 用范高义取代他 巡力告诉靖定宫说 国军号令大臣 最先叛乱的人应该处死 现在范集社 巡营 赵阳三位大臣先后叛乱 却仅仅驱逐赵阳 所用刑罚不公平 希望将他们全部驱逐 十一月 巡力 韩不宁 魏多遵从定宫的命令 领兵讨伐范氏 中行是 没能获胜 范氏 中行是 反而攻打定宫 定宫反击他们 范氏 中行是战败逃走 丁魏日 两人逃亡到昭哥 韩氏 魏氏代替赵阳向定宫求情 十二月新魏日 赵阳进入将城 在定宫宫中定立盟约 第二年 之伯文子对赵阳说 范氏 中行是虽然确实叛乱了 但这是董安瑜发起的 董安瑜也参与谋划 晋国有法度 最先叛乱的人要处死 范氏 中行是二人已经受到惩治 只有董安瑜还活着 赵阳为此事而担忧 董安瑜说 我死了 赵氏能够安定 晋国能够安宁 我死得晚了 于是便自杀了 赵阳将此事告诉之伯 然后赵氏才安宁无事 孔子听说 赵范子没有寝室进国国军 就捉住了邯郸大夫赵武 退守静阳 因此在春秋中记载 赵阳聚守静阳叛乱 赵范子有位臣下名叫周摄 喜欢直言敬见 周摄去世后 范子上朝听证时 经常会不高兴 大夫们请罪 范子说 大夫并没有罪过 我听说 一千只羊的皮 还不如一块狐狸腋下的皮毛 诸位大夫上朝一时 我只听到了 唯唯诺诺的复合声 听不到周围有争辩声 因而担忧赵范子 因此能使赵义的人归顺 使进国的人也归附于他 禁定宫十八年 前四百九十四年 赵范子将范氏与中杭氏 围困在昭戈 中杭文子逃到邯郸 第二年 魏林宫死去 赵范子与杨虎 护送魏国太子快溃返回魏国 魏国人没有接纳他 快溃就住在了七亿 禁定宫二十一年 前四百九十一年 赵范子占领邯郸 中杭文子逃奔百人 赵范子又包围了百人 中杭文子 范昭子便逃奔到齐国 赵氏最终占据了邯郸 百人 范氏 中杭氏的其他封地 也都归属于晋国宫氏 赵范子表面上是晋国的清 实质上独揽晋国大权 他的封地与诸侯的封地等同 禁定宫三十年 前四百八十二年 定宫与吴王夫差 在皇池争夺盟主之位 赵范子跟从禁定宫 最终吴王成为盟主 定宫于在位的第三十七年去世 赵范子废除了三年丧期的规定 只守丧一年 这一年 岳王巨剑灭掉了吴国 进出宫十一年 前四百六十四年 之伯攻打郑国 赵范子生病 派太子吴旭领兵包围郑国 之伯喝醉了 用酒强冠并殴打吴旭 吴旭的臣下请求杀掉之伯 吴旭说 主君之所以让我做继承人 是因为我能够忍辱负重 但他也继承之伯 之伯回国后 就把这事告诉了赵范子 让他废除吴旭 范子没有听错 吴旭从此更加痛愤之伯 进出宫十七年前四百五十八年 赵范子去世 太子吴旭登位 就是赵范子 赵范子元年 前四百五十七年 越国围攻无国 范子降低了扶桑期间的饮食标准 并派楚龙前去慰问吴旺 范子的姐姐原本是戴王的妻子 已将赵范子安葬 范子还没拖到桑符 就向北登上下乌山 邀约戴王 让厨师用铜斗为戴王集齐随从上菜 针九时 暗中指使武士使用铜斗 击杀戴王女器随从 于是发兵平定了戴地 他的姐姐听说此事 哭泣着呼喊苍天 摩肩簪子后自杀了 待国人联系他 把他死去的地方命名为摩基山 香子就将戴的封给了伯鲁的儿子周 封他为戴成君 伯鲁是香子的哥哥 原先的太子 太子早逝 所以封给他的儿子 香子继位四年 知伯与赵 韩 魏三家将范氏与中杭氏原本的封地全部瓜分 进出宫非常恼怒 告知齐国 鲁国 想依靠他们来讨伐四清 四清十分恐惧 于是联合攻打出宫 出宫逃往齐国 死在中途 知伯便拥立招攻的曾孙 交继位 便是进一宫 知伯越发交往 向韩 为两家要求割让土地 韩 为都将土地点了他 向赵氏要求割地 赵氏不给 因为香子围攻郑国时 曾经受到过知伯的侮辱 知伯很生气 就同领寒 为两家攻打赵氏 赵乡子害怕 便逃往静阳坚守 袁国跟随乡子 较晚到达王泽 见到三个人 从腰带往上的部位能看见 从腰带以下的部位看不见 他们交给袁国两截竹子 中间互不相通 说 替我们把他交于赵无序 袁国来到静阳后 把这件事告诉了香子 香子摘截三天 亲自将竹子剖开 看到用红字写着 赵无序 我们是获泰山山阳后的天使 三月禀虚日 我们将帮你反过来消灭之事 你也要在一百个诚意中祭祀我们 我们将会赐给你灵湖地区的土地 到你后世子孙的时候 将会出现非常强大的王者 他脸色赤黑 龙脸而鸟嘴 并发眉毛非常浓密 胸宽体阔 腿部修长而上身高大 一经朝左开 披甲骑马 占据和宗一带 直到羞混的豪人帝界 向南攻伐晋国的其余诚意 向北消灭黑姑香子两次下败 接受了三神的指令 三国攻打静阳 持续了一年多 引来焚水灌城 城池没有被水浸泡的部分 只剩下三板宽的高度了 城内将锅悬挂起来做饭 彼此交换子女杀掉冲击 群臣都有不忠之心 礼仪上也日渐怠慢 只有高贡不敢对乡子 有失礼的行为 乡子感到恐惧 就在夜里派家向张梦 私下与韩 魏联络 韩 魏与赵氏合谋 在三月秉虚日 三国联合反过来 消灭了之士 共同瓜分了之士的土地 于是乡子行赏 高贡功劳举首 张梦同说 静阳处于危难时 只有高贡没有立功乡子说 当静阳危急时 群臣都很懈怠 唯有高贡对仁臣的礼仪不敢有失 因此他受到上等赏赐 此时赵氏在北方占据了带地 在南边兼并了之士 实力强于寒 魏 于是在一百个城义 为三神创建庙宇 让袁过主持对货泰山的祭祀 后来湘子娶了空同士为妻 生下五个儿子 湘子由于伯鲁没能即位 不愿让自己的儿子继位 而一定要传位给伯鲁的儿子 戴成君早逝 就选择戴成君的儿子换立位太子 湘子在位33年后去世 换继位便是赵献侯 献侯年少即位 以忠牧为都城 湘子的弟弟环子驱逐了献侯 自己在代帝继位 一年后去世 赵国人认为 环子继位并非出自湘子的本意 就一起杀掉了环子的儿子 再次盈利献侯